我一定不會再請婚婭婭婭 在請婚婭婭婭婭之前 真的要去有關的部門 搜尋一下那間公司是否真的拿了牌 兩位僱主Raymond、陳山 和Venis、C小姐 對聘用婚婭婭婭怨聲在道 茅頭直指中介負責人劉小姐 劉小姐隱無可忍, 主動出擊 展開一場中介反擊戰 劉小姐邀請我們上去她辦公室 作為一間外傭中介公司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 咦?地方這麼小? 連招牌都沒有 只有一張辦公桌? 哦, 原來是共享辦公室 劉小姐說公司並不是只得一個人工作 還有其他職員 劉小姐解釋說其他同事剛好外出辦事 作為全港唯一的狠眼外傭中介公司 劉小姐絕對是獨家代理 由她公司的網頁 可以看到有超過二十個狠眼女傭提供 對於這班外傭新力量 她推崇備致 我覺得狠眼傭人是一個挺好的傭人 沒有一些在香港印傭、非傭 他們的群體生活那麼大 而且他們真的來得很勤力努力 而且香港真的有一些僱主需要一群… 不會扭計, 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們叫做古靈精怪的東西 她是幫到一些香港僱主的 說到狠眼外傭這麼好 但大家記得嗎? 上次我們訪問了兩位僱主 他們說狠眼外傭工作態度外劣 什麼都不肯做, 而且兇神惡煞 陳先生的工人Mafa 更加出現一連串失控行為 納刀, 踢掉家裡的CCTV 就算鏡頭拍著, 都聲大鑑握 不過劉小姐說, 全部都是抹黑 Mafa致電話給我, 跟我說 這房子太多CCTV, 我完全沒有保障 Mafa其實所謂的CCTV 不是單止家裡的CCTV 而是陳先生家裡有空無事 他就會拿電話的CCTV… 電話的記錄, 全部錄影 這對一個工人來說是很不尊重的 至於一眾虎主指責他 經常借僱說 我用臨門一腳無法離開香港 要借錢再買機票 實質下他的袋 劉小姐說, 生安罷做 我跟工人說 如果要來, 工人… 僱主已經給了這張機票 你無法離開, 你無法離開 你要自己負責 工人說我可以負責, 但我沒有錢 於是我就跟Raymond說 我說Raymond, 你可以跟工人自己談 最後是Raymond跟工人談 談完之後, 她說她沒有錢 那好吧, 我會先借給她 愛蓉來到香港之後, 又出現問題 劉小姐分別向兩個僱主收取房錢 不過就安排兩個愛蓉住同一間房 便想將一間房的錢落袋 食水很深地說 Raymond很清楚當時是兩個工人來香港 沒可能我告訴她是一個工人 不會說收什麼兩個工人錢 沒有這些東西 我是每一個僱主都說得很清楚 是兩個工人, 一間房 她有跟我說過 就是說如果我要她預約的話 一個同意的工人 會跟我這個工人安排 一起在一間房 即是你知情的? 知 是, 你同意的? 是的 你收我一萬多元 你要兩個人住同一間房 不要緊 你怎樣, 多少人住一間房也不要緊 你給我一間酒店的收據 如果酒店不肯給收據 要不就拒代 要不就酒店的經理穿具桶底 接著劉小姐窗頭一指 直指陳先生說愛蓉Mafa 未能融入家中 要執包袱走人 原來是Mafa和陳太互不相容 兩人關係惡劣 大家展開角力鬥爭 大會民對這個工人是可以的 有時, 譬如說她太太買些菜 不適合Mafa吃 或者有些東西不好 Mafa投訴 威文甚至會帶她出去吃蒲菲 她太太很生氣Mafa 因為她覺得Mafa已經起足她的地位 可能因為威文包袱給她的工人 令她太太對工人 亦有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妒忌心 或者是… 即是不開心 我們把這段回應播放給陳先生看 她邊看邊笑 究竟劉小姐所說的是否事實呢 首先, 我也很感謝她 她這麼看得起我 我會被人喜歡 你其實跟她的工人的感情挺好 有請她吃蒲菲 每個工人來到香港第一餐 我都會請的 當然想她做得好 那餐自助餐是你單獨和Mafa吃 還是你和太太或其他人 當然是和太太和兩個女兒 怎麼會單獨 陳先生不承認Mafa 和太太在家互相角力 但劉小姐爆出 陳先生試過因為老婆和工人不和 令離家出走 還有錄音為證 工人和太太時常口角 時常吵架, 吵得她很煩 我記得有一次她直接離家出走 Mafa… 不是, 不, 離家出走 她說這條街散了, 我不要了 然後離家出走 我們把錄音播給陳先生聽 究竟當時為何她這麼生氣 我不想要這條街… 你剛才聽到那段錄音 是不是你來的 是的 真的是你嗎 是我 在甚麼情況下這樣呢 她說是因為這樣, 你離家出走 是嗎 如果我離家出走 我何必跟她說呢 說真一句 我最主要這麼激動 她們經常說 我太太剛才跟我說了 我太太很兇去罵工人 工人又反駁 不肯做事, 經常不肯做事 兩個在鬥鬥鬥鬥 到有一天, 我真的爆發了 我跟劉小姐說, 你想怎樣 究竟我最主要是爆發給劉小姐 究竟現在怎樣 你又幫不到我 兩個在罵, 我就夾在中間 如果你說叫我立刻解僱她 又沒有人照顧小朋友 我身為一頭家之主 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這樣 向陳先生發完招 劉小姐就回應另一個僱主 Venus的指控 Venus指 劉小姐教唆工人Morgan 博炒後 為了讓Morgan繼續留在香港 於是反告僱主Venus 劉小姐說Venus顛倒是非 她通知Morgan 告訴Morgan 她失業, 她先生也失業 就不能出糧 跟著勞工處的事 如果他們有資金問題 Morgan是可以在香港運工的 她就通知Morgan 就說我現在失業了 你要去找另一個僱主 就出了一封信 出了一封信給Morgan Morgan就告訴她 證明這封信 就是你可以出去找僱主 當Morgan找到新僱主之後 Venus立刻翻臉 還去到入境處唱衰她 目的就是令她無法留下 你的舊僱主就寫了一封信 入境處說你很差 不准你留下 那那個工人就很奇怪 他就問 其實這封信真的是僱主給她的 又可以找僱主 為何不給Visa我呢 入境處回應就是說 總之你不要說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在香港留下 你就要去警告 或者勞工處 去勞工處投訴 拿一封信 或者是去警署拿一封信給我 有這兩封信 我就會批個Visa給你 於是Morgan就根據入境處的指示 去了勞工處 自己去告她 就著Venus的種種指控 我們聯絡到遠在肯亞的Morgan 她提出反駁 一天 在14月14日 她說我 我選擇去找找另一位 另一位 另一位 當我到達到處 當我到達到處 警察在教堂 告訴我 他們不能給我 提供的Visa 因為我的工作人 寫了一段 給他們 詞解了 為何她 我 這不是 財政問題 她寫了 財政問題 因為她想要解放我 在移民部网站告诉我 如果我有任何问题 我会去职务部网站 所以他们会给我指导 我们再将刘小姐一段回应给Venus看 她坦白承认那封信真的由她发出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呢 其实她来到我们家 她的表现已经不是一般 用工的内念、客气的态度 其实她已经高高在上 如果我直接炒你的话 因为我家的堂楼是没有汉奸的 你直接上来搞事、方府 任何事都可以 我只可以用一个在我们角度 是更温和的方法叫你走 Morgan更爆出在Venus家打工时 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因为不只照顾她一家人 还要去她妈妈帮忙 我找了什么吃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问她 她在家里没有买什么 然后要不要在你妈妈的家做事 吃完饭要洗碗 要在妈妈的家洗碗 正常的 除了这个呢 其他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的外傭你请 但他在另一个家做事 会否违规 你知不知道 违规 我知道 那你也知道她做吗 她吃饭也要洗碗 是吗 雇主力指 狠眼外傭问题多多 中介反指 雇主先要负上责任 大家各执一次 很反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她现在这些回应 都是根据她的妄想 或者她的无理取楼 整群群的苦主都说 将这件事应该向大家公布 让不要那么多人 再受到被骗 帮人不是要求回报 但我觉得我帮完她之后 我发觉 还要人会这样插她两刀 就是插 我觉得 还要反咬你两口 我觉得她传递一个很差的信息 以后不要帮人